Hello,繼續分享GUSTO,即是新加坡健康成長追蹤研究 究竟在說什麼呢?這個成長研究至今也可以在社區中獲得這個認證 接下來將部分的東西,因為慈善關係,也都推出了一個新的組織,叫做陽光未來 因為院長,中葉成教授,也是這個組織的董事 所以他們設法去做一些干預情措施和了解措施的可能性,可否在社區進行這個操作 他繼續說我們也都關注到網絡霸凌以及社交媒體等科技普及如何影響一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現在青少年面對的比較多的困難 其他人直接在社交媒體霸凌,全世界也都可以馬上看到 目前他們的心理活動上面是圍繞著社交媒體的朋友看待 去看他們的重要性,他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都會在這方面的研究心理狀態上去做 除了心理健康,青少年可能開始患不同的疾病了 研究也都會追蹤他們參與者的糖尿指數,肥胖指數,慢性疾病,還有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而獲得這個參與的數據 隨著這個追蹤,由這個兒童期進入少年期 再凝聚到青少年,這個心理健康 進一步觸及這個社會媒體的深身健康的影響 所以這個研究是漫長的 你要多過十年的研究 你想想要多少錢 還有,一定有很多人 你是專注於那個人 外國有些研究 那些人聰不聰明 為什麼有這樣的行為 從小學開始一直看著去大 到大學畢業,這個成長期 如果不是一些發達國家要做這些 哪會有人做 你想都想到 好了 新加坡健康成長追蹤研究 自2009年來 對超過了1200名本地孕婦及他們的孩子 展開了長期研究跟蹤 目前仍在跟蹤的有1000名兒童 你想想就知道 其中年齡最大的兒童 已於2022年11月 過了13歲生日 你想想,即是換句實話說 是一個這麼長的標誌 一起跟他們同步成長 由孕婦至到一路一路一路的 所以這個追蹤 是告訴大家 隨著他們的身心發育 健康各方面的學業 面對的壓力 尤其是新加坡少年現在 面對著學業的壓力 正在尋求其他的歸屬感 和其他人的認可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中葉平又強調 長期追蹤這些參與者的重要性 研究人員可以從中更好地理解不同的辯論 進行針對本地人口情況的調查 還有童年不良的 不不好的經驗 或者提高了去心理疾病的風險 所以 心理學院的院長 新加坡心理學院院長 馮漢聖教授指出 2016年 全國精神健康調查有六成 新加坡的國人有童年不良的經驗 可能提高了去患心理疾病 或者其他的風險 雖然這些風險未必 無可避免的可能 但是提高意識讓人重視這個因素 是對兒童成長 一生成長的重要性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現階段 發達國家 開始重視的就是 這一代 下一代 他們怎樣可以健康成長呢 心理 是同步重要的 所以 北基道就說 為什麼新加坡 可以在亞洲地區 甚至我們 經常都聽到 現在大家已經各走各路了 為什麼 當年的四小龍 全部分道揚標 但是 原來這個國家 他真的放了很多資源 在未來下一代的部分 或者 未必有直接的幫助 但是有參數 有數據 告訴大家 北基道最信 就是收據 不會假的 起碼你可以參考 不是怎樣 可以在亡亡數字裡面 找到你的板塊 找到你的價值 謝謝大家 繼續支持 北基道點贊 訂閱分享 按一下 按一下小鈴 謝謝 謝謝